號稱東海岸面積最大 房間數最多的山源 棕嶺濱海度假村開發案 從民國九十一年通過環評後 因為多年沒有開發 從民國九十九年開始進行環境差異分析 這經營機省過七次環差的棕嶺案 再度被排入六號的環評大會議程 民間團體 立法委員和東海岸部落族人 五號召開記者會訴求 在新政府完成交接之前 不應該貿然通過具有爭議的開發案 海岸的一級跟二級的保護區 現況下營建署有在做 然後地方政府也有在做這個保護區的研禮 哪些地方應該被劃進去 哪些地方不應該被劃進去 明年二月之前會公告了海岸的一級保護區 跟二級保護區前來做這些開發案的審議 尤其又搶在舊政府的最後一次的環評大會的審查 所以我們確實特別的懷疑 這個案子到底有什麼樣的企圖跟居心 為什麼要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來做審查 而山源棕嶺開發案就位在園民會所公告 刺同 加勒蘭與都蘭等三個部落的傳統領域範圍上 但多年來開發單位卻刻意規避原機法 第21條保障部落的知情同意權 始終沒有正式取得部落同意 列委通批在沒有取得當地部落同意開發 以及海岸保護範圍正式公告之前 環保署都應該暫緩審查 傳統領域的事實存在已經有這個很多的司法案例有的依據 在過去的司馬庫斯的舉目案的判決當中就已經承認傳統領域的概念 我們在行政上的行為絕對不要依據這種國家的暴力對待原住民 而次同部落族人更站出來呼籲 東海岸部落族人的訴求很簡單卻也堅定 也就是政府以及開發單位應承認並尊重部落傳統領域的自主權 未來相關部會以及地方政府 依海岸管理法進行劃設工作時 更不應該忽視部落參與 過去我們有劃設 就是自己劃傳統領域的地圖的經驗 希望這個海岸法的保護區跟防護區的部分 由部落來自己來劃設這樣子 然後由下而上 這是接下來我們可能會想要做的行 在台北市裡面怎麼可能有辦法畫得比部落還好呢 這也是海岸管理法在去年通過的時候特別強調的精神 不然你不覺得很尷尬嗎 要是明天通過了 然後接下來隔不到半年 然後就公告那個地方是應該被保護的區域 那到底是可以做還是不可以做 依海岸管理法第七條規定 政府應該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聚落文理和文化記憶等內容 目前一件署也震撼部落溝通 希望也擬出由部落自主畫設保護區的執行方式 尤其山源灣也富含珍貴的海洋生態 族人和環保團體站出來 拒絕第二個美麗灣漢市再度發生 記者要問比亞立法院採訪報導